2022年7月 欧洲热量的新闻占据了各大报章的国际版面 由此可见 气候变化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于是重建森林就成为了逆转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 为了唤醒民众保护森林的重要性 我国政府也在2021年推荐了2021年至2025年 种植一亿棵树运动 这项运动得到不少环境爱好者的响应 当中就包括了槟城这两个坚守着修复大自然的使命的单位 由朱凯一和太义丈夫POP所组成的POP&G Healthy Home Farming 是一个经营着自然农耕和土地教育的组织 他们把租来的房子打造成分享知识的教室 并在这里筑起了承载着农场到餐桌里面的食材花园 不过这一个食材花园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他们接下来要筑起的是一个食物森林 我们的朋友的原理 柔活的一个语言叫A Little Wow 就发现到他们用的这个方式叫做Synthropic Farming 那也真的符合了我们一直想要的 这个种植食物的方式 就是以食物森林来维持我们的食物链 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在森林里面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了这个Project Mars 所以Mars是一片1.7阴谋的地 是拿来塑造成这个 Mitigation Adaptation Resilient的一个空间 就是这个等的空间 就是叫做Mars 食物森林顾名思义就是模仿原始的森林 在有限的土地里头 依据植物向上生长的天性 多层次的栽种共生作物 植物森林普遍上有七个层次 那就是根茎类植物 匍匐植物 草本植物 灌木 小桥木 大桥木 以及攀附植物 每一个层次不是贡献可食用的植物 就是以某种方式对整个系统有所帮助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这一些种子 而且传统的这个植物是我们要收集的 尤其是现在的时代 我们的食物的来源都是商场上所卖的种子 这个会导致慢慢淘汰了一些传统的玉树树 传统的树 传统的榴莲 传统的这个水果 所以这一个大方向呢 我们就想要在这个Land of Mars 就是这个Mask上面呢 我们想要种一些比较稀有 而且即将被淘汰的这些植物 那如果食物森林一旦花了前面两三年的 这个辛苦后的这个努力 那后来呢 食物就会自己帮助自己呢 健康的成长 位于佛罗山贝的食物森林基地 原本是一片废弃的油棕园 单单打造适合耕种的环境 就耗去了他们半年的光阴 好在这一路走来 都有志同道合的义工 目前他们已经进入了种植植物的阶段 所以刚刚开始来到这个Mask的 这一片土地上的时候呢 最大的考量呢就是淹水 因为地呢非常的低 而且泥土呢就是Maring Clay soil 非常的粘也有带有咸度 那我们必须呢要考虑到 我们如何先养土制造空气 让这个土地中有足够的空气 让这个水源不会影响到这个根部的发展等等 当然一旦这些植物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成长过后呢 基本上呢 它的种子已经够足够拙 可以对抗这个气候变迁 在冰城的另一端 有一群渔民默默地在泥浆和危险的水重建森林 这种森林被视为抵御洪水和海啸冲击的天然屏障 也就是我们国人所熟知的红树林 积极种植红树的这些渔民 来自冰城前海渔民福利协会 协会主席Ilyas Bin Shafi解释 红树林不仅有防风削浪的作用 它也是鱼、虾、螃蟹、蜜食和繁殖的栖息地 为此红树林也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重要关键 国家的叙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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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 这里水土流失 保护生物多样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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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